第26题 星铜电池如图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晓得所谓的浮打电池就是用两片金属 中间间隔的电解值所构成的电池 那么星铜电池就是两个金属 中间有个电解值所构成的 所以星铜电池是一种浮打电池 选项A是对的 那我们也晓得在我们记忆中 我们知道星铜电池星板的反应是星会变成星离子 然后它会放出电池 然后我们这个铜码反应是铜离子会得到电池 然后会变成铜 所以呢我们的甲杯这边的心离子的浓度呢就会增加 乙杯这边的铜离子的浓度呢就会减少 所以呢选项B呢也是对的 那么因为星会放出心离子 所以呢星板这边是负极 因为那所以铜板这边就是正极 那我们曾经记过岩桥里面正离子要去正极 负离子要去负极 所以硝酸根负离子要去星板 那么K正甲正离子 甲离子正离子呢要去铜板 也就是所以选项出说 硝酸根呢一向甲杯 然后呢甲离子一向乙杯也是对的 那么因为星板是负极 那我们说负极就是负电流出 所以这里有负电会流出来 那么经过好安培剂流到了铜板 然后这边有负离子呢就会流过来 再流到了所谓的甲杯这边 所以呢电子的流向是 电子流向是星板经过安培剂呢流到了铜板 所以呢那岩桥里面呢是负离正负离子在移动 所以选项C呢是错的 所以第26题答案过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C电子流的方向为 星板到岩桥到铜板 这个是错的 是星板经过好安培剂呢到达铜板